大眾請向上排斑 向佛上呼吸 安息十佳莫利以後 爱那某可思 十佳玛丽佛 爱那某可思 十佳玛丽佛 爱无萨生生 为两方 爱百千万千 难少余玉 爱我今 见我大手此 爱愿千千 如那阿祭 十余玉 丽佛 阿弥陀佛 好,请坐 敌唇 秉双修 诸位法师慈悲 诸位佛友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 秉三 节式劝修 那么 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 你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对我们影响 并不是这么的重大 反倒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修学这个法门 它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大圣经典当中 佛陀常说 因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照 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的内心 创造出来的 我一大事说 诸法无信 进随心转 心为名利 一切法去名利 心为菩提 一切法去菩提 不管你是布施也好 实践也好 念佛也好 这个法门本身 是无自信的 我们念佛 有可能 这个佛号 会带到人间的果报 也可能这个佛号 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你那个能念的心态 会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 心态决定我们的状态 那么在能念经当中呢 讲到我们修学佛法 有两种的心态 第一个 你用攀岩的心来修学佛法 你的心 对于你整个内在的无印身心 对于整个外境啊 是产生一种强烈的攀岩跟直取 产生一种无法二指 那么这种情况会有两种过失 第一个 即便你修学的佛法 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还是感觉到弟子心不安 因为你的心是住在外境 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 你内心很安定 但是不幸的是外境是变化的 它是一种空中的灰尘 随业力而变化 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你当你住在外境的时候 你的心就随境而起伏 你生命的快乐跟痛苦 你自己做不了主的 是由业力来推动 所以你的心习惯性是住在外境 第一个 你永远感到一种没有安全感 第二个 你不断地在积极一种生死的力量 你不断地积极生死的力量 也就是说你整个生命的轮回的力量 不断地在加强 因为轮回的根本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 错误的颠倒的直取 这是十二年里面的无名 这个无名就是潘延青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死亡以后 我们来生还会出现一个生命 为什么圣人死掉以后 他能够没有生命 他能够进入无神 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同 所以当我们心态不能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佛教教学当中 我们顶多做到积极福报 成就一种安乐的功德 当我们不能调整我们心态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可能趋向于解脱 不可能 你那个生死轮回的力量 永远不会停止的 所以在整个那年轻当中 一再地告诉我们 你修什么法门都好 你一定要把心带回家 你要找到你整个身心世界 一个不生不灭的 亲近的本性 亲近性 一个无言而彼舍身 无色身相会触法 一种亲近本来的本性 在那个地方安住下来 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 要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说你这个人修行是不是上路了 怎么判断 我想我们不会说因为你一天念了几万生佛号 你做了多大的布施跟慈戒 就说你这个人修行上路了 其实不是 因为你搞不清楚你内心当中 是安住在希望的攀岩心 跟安住在真实的信心 你那个对这个心中的主人跟客人还分不清楚的时候 以我们的标准来看 你这个人还是颠倒众生 你还没有真正修学上路 你跟三宝叫做结言 你高速公路的路口都没找到 你根本谈不上上路 一个人要真正的能够 看清楚你生命的真相 照见五英皆空 然后在我公法公的亲近本性安住 从此以后你跟生命开始保持距离 从无助当中而升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你这个人修学已经上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认清路透 你找到了生死的关键点 所以在整个禅境双修当中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念佛一定要修参观 改变你的心态 因为你用攀岩心念佛法 念阿弥陀佛 这个整个佛号 完全变成一种攀岩的力量 阿弥陀佛是一个无量的功德 但是被你的心掌握掉 内心是攀岩 一切法成攀岩 宁光大师说的 本来是摩尼宝珠 这个佛号到你的心中 变成一支糖果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 大圣的常观 然后破旺显真 真实地找到我们的家 然后从那个地方提取佛号 这个佛号才能够兼顾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个问题 那我怎么去找到我的家呢 在灵人经的思想模式啊 就是空甲中三观 你遇到你任何的人事 你永远保持空甲中三观 第一个 就是你要先修空观 迫使 我们遇到一个生命的现象 可能是一个顺境 也可能是一个逆境 我们一个最大的毛病呢 就是心髓进转 我们顺着阴眼的方向去走 那就完 那就完 孟元经的告诉我们 你要逆向思考 你要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不要管这个阴眼怎么走 你要去回光环照 去找他的根源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身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从什么地方来 那么当然答案就是 我们密之了不可的 我们从空性而来 只就是一种业力的显现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段的业力 现在表现出来了 创造你今生的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呢 使因言和合而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它只就是一个 生命的一段的假象 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清楚生命的真相 我们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 开始无助 不能够住在受小心时 我们从今以后 不再跟着我们的感觉走 不再跟着我们一时的想象走 我们在生命当中 这叫正念真如 在你回家的路当中 虽然我们的感觉 还会不断的干扰我们 我们过去习惯性的 贪天缩博的想法 还会不断的刺激我们 但是你可以做到 不随望转 因为它是一时的假象 你连断它都不要断它 因为它是希望的 你断它干什么呢 你只要不跟它结合 它就不能对你产生力量 所以在整个生灭的因言当中 找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家 就非常重要了 第一个 让你今生能够达到最大的安定 第二个 让你所念的佛号变得非常的坚固 不可破坏 你的烦恼不能障碍你 即使你有病痛 也不能干扰你 外在的鬼神 外在的魔王 也不能刺激你 因为你的心 住在一个 你真实不生命的本性 所以在这个空甲中 从空关当中 找到我们生命的 一个安住处 甲官员让我们务实的面对生命 不要否定 也不要否定今生的无印 假象 因为你未来的 往生净土的资粮 还得靠这个假象 靠他的身体来拜佛 靠你内心来义佛念佛 所以大圣佛法是 关于一切法空 但是不坏 假明假象假用 保持它的功能 但是不要对它产生直取 这个我们叫做 戒假修真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 空甲中的智慧 来面对人生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的心态 是一个最严满的心态 大圣佛法对人生 就是这三种看法 空甲中 其实中的话 它只是个调整 其实就空关跟甲关 你觉得你最近躁动不安 假关太强 做加强空关 你觉得你最近好像心提不起来 太沉闷 加强假关 思维你来生的安乐 思维你极乐世界的功德 有这种功德 像安乐像 来启发你的 前进的动力 所以这个中关呢 是随时调整自己的脚步 让你合乎中道 所以说这个常关呢 就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那么你平常经常保持一个 会无印身心的 不及不离 灵命中的时候 你生命的水炮破裂的时候 对你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你早就有心理准备 你早就有心理准备 所以这个波雷波罗密的智慧 的确是可以引导我们到彼岸的 那么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 那么 在结识法药当中的有两段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陀纳为弃是习气成暴流 在经典上说 我们一个人 念大悲咒 凡复的念大悲咒 跟关心不在念大悲咒 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心会很多很多的干扰 就是受到阿拉野式的干扰 阿拉野式是我们生命的仓库 我们生命当中走过的路都会留下痕迹的 留下一些烦恼跟罪业 不幸的事都被阿拉野式给记忆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体的身心世界 是把你过去的你全部放在现在的心中 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 从维世的角度 因为你有很多的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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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你的心态是有很多过去的你累积而来的 这个就是阿拉野式 所以我们很假设你不改变心态 你很难走出过去的障碍 过去有时候是善业表现出来 有时候是恶业表现出来 所以恶业道士对阿拉野式讲出一个批判 他说阿拉野式是无量劫台 生死本啊 吃人认作本来人 阿拉野式是一个产生生死轮回的根本 但是我们警报阿拉野式不放 我们宁可被他带着走 所以说我们在说学当中所破的圣灭心 就是阿拉野式 当然这个地方包括了第七意识 把他执着为我 还有第六意识一个错误的想象 第八意识也包括了六七八这三个心事 都是我们要破坏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自信取自信 非患成犯法 不取无非患 非患善不生 患法银合力 自信去取着自信 第二个自信呢 是指的阿拉野式 他如实地把我们的身心世界变现出来 然后这个第一个自信呢 是第六意识的攀岩 把他执着为真实的自我 跟真实的法 然后产生编导响 就产生了一种生死的业力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学 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就是不取 告诉你自己 你眼前的因言都是暂时存在的 你不能取着 你一取着 有两个过程 第一个你今生肯定活得很痛苦 第二个你永远不可能出离生死 你就被他劝着走 产生一种恶性循环的 轮回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取着眼前的生命会产生痛苦呢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阿拉野式的能量释放出来 阿拉野式是一个善恶的混合体 我们过去造的善业 可以造作的恶业吗 所以你看 稍微懂过密相学的人都知道 我们生命当中 有三种因言是没办法记住的 一定有一个残缺的 孤平残 如果你一定要取着今生的生命 那你就要做出抉择 第一个 你是孤独的 你的情感生活是非常的失败的 包括夫妻的因言 包括实力的因言 你是永远孤独的 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个你选择贫穷 你经常为医食要奔忙的 第三个是残缺 你身体有重大的病痛 在整个武术的思想当中 如果你今天身体很健康 财运也非常的好 你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吉祥的状态 因为你生命达到的巅峰 物极必反 这是一种大凶之造 大凶 因为这个不合乎生命的真相 因为生命是有残缺的 所以你一旦取着的时候 你第一个 你肯定要痛苦 你看佛陀在经典讲很清楚吗 佛陀说有一个人他去礼拜一个功德天 礼拜了十二年 这个功德天被他感动了 这个天被他感动了 就是跟他敲门 说你这个比你我这么久啊 我把我这个女儿送给你 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叫功德天 他说你要需要什么 你向他祈求 他就给你种种的安乐 那么这个人正在快乐的时候 功德天的妹妹过来了 叫做黑暗 他说他给你快乐 但是我是给你痛苦的 我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真正当你生命产生直取的时候 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痛苦的感受 而更严重的时候 使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颠倒跟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试着 跟我们五印三星保持距离 不娶 不迷 不娶 不动 这个叫禅宗 叫做大死一犯 那么总而言之 在整个禅观的思想当中 就是你要能够破旺显身 你要被这个生命的假象 要慢慢放掉 那么安住在你一个样的 清净的不生不灭的本性 从那个地方来建立你所有的功德 那么这个功德才是真实的功德 就是以不生命心来修学一切的善法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丁二的功德超胜 我们把丁二念一遍 四名妙莲花 金刚王宝诀 如幻三魔地 谈子超无学 是阿毕达摩 十方婆学环 一路念他们 当我们能够对于五印的身心 开始用空甲中三观 保持不迷 不娶不动 那么这样子呢 是一种唯妙不可惜的莲花 大正佛法喜欢用这个莲花 来表达这个菩萨的智慧 莲花的特色是出污尼而不染 它能够在整个五印的六层当中活动 但是它又能够不取向 不取造它的一个真实相 它能够出污尼而不染 那么金刚王指的是这样的智慧 它像金刚一样的坚固 能够破除一切的障碍 所有的障碍 都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自己障碍自己的 因为业力它没有错 你今天遇到什么人 遇到什么事 事出必有因 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 我们必须要无条件的去承担 我们过去的业力 这个没有话讲 修学佛法第一个特使 就是先认命 先认命 你要先认命 才能够去改造未来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过去的业力显现出来 我们抗拒 弄到自己很痛苦 把现在弄得很痛苦 也把来生破坏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一定是要有一个智慧 来观察 你面对于你过去的业力的表现 你反正它只是一个能量的释放 过去就好了 不要让这个能量 再产生恶性循环的力量 所以真正的金刚就是 破坏你心中的持续 而不是去改变外境 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个观念 如果你每一道什么事情都去 把心去怪罪别人 去改变外在的环境 你这个心态到灵命中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的心是习惯于跟外境结合在一起 你到灵命中的时候 突然间收回来 收不回来 这个小孩子在外面跑太久 你的心在六层当中活动得太久 所以你要训练你自己 一道事情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任何一件事情 会在诸位的身上发生 一定有它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是跟你有关系的 是你自己造作的 自作自受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会莫名其妙出现的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所以金刚王就是说 我们现在必须去承担 无条件的承担 过去的业力的释放 好我今生认了 好坏过不去 但是我们着眼在什么 着眼在来生的创造 你今生的使命是干什么 你知道我们生命使命是干什么 有两件事 人生使命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来还债 把过去的债房完 第二个更重要 创造白神 创造白神 第一个去 筹长过去 第二个去创造未来 而这个时候 你今生的操作 你的智慧 怎么去面对你的生命 就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人生的重点在过程 你重视结果有什么好处 结果是每一个人都给你死亡 结果是每一个水豹都要破裂 没有一个例外 你福报叫怎么办 你这个水豹也要破裂 那问题是你在破裂之前 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样的破裂 那你这个智慧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们经常要观察 对人生保持不迷不举不动 我们对于已经要成熟的业力 保持润命随顺 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要创造另外一个功德 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会说到 如何义佛练佛 积极来生的资量 这个是重点 那么保绝刚才是这种智慧 所以说 一个禅定双修的心态 他的人生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一个有安住在不生命心的人 他不把人生 他不是来享受用的 你如果是抱着一个来受用人生的心态 你很难往生极了世界 你把人生要当作历练 历世练习 它是让你积极往生枝梁的一个索云镜 因为你抱着一种受用的心态 那你是跟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人生不是让你来享用的 是让你来历世练习 假借这个人世的音言 来集集你往生的资量 遇到顺境 我们感恩阿弥陀佛 遇到宁静 加强我们往生的力量 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环境对你来说都是真伤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不要试图去改变外在的环境 你会越弄越糟的 你会把精神弄糟了 你也会把男生也弄糟了 你今天老是去注意外境 你精神就完了 你男生也完了 什么都完了 最好的心态是把这样的环境当作你往生的资量 我遇到顺境 我深深的对弥陀的感恩 他对我的加持 我遇到的逆境 让我更加的觉悟 我不能再轮回下去 这样子这个环境对你来说都是一种真伤的力量 那么这种智慧就是一种不可破坏 任何阴影都不能破坏你的一种坚定 往生厌利的一种智慧 叫金刚王宝爵 如幻三摩地 弹子超无血 那么这个三摩地当然是一种直观的三昧 但这个三昧为什么叫如幻呢 因为这个我们在正面真伤的过程当中 是空甲中三观 虽然观一切法空 但是不否定生命的假象假用 就如幻 你说他没有 他有他的相状跟作用 你说他有 他又没有真实的体性 暂时有 所以只好说是如梦如幻的一种三摩地 就是他观一切法空而不幻假象 那么这样子的功德是超越一切的二称的功德 因为二称是偏空的 他没有求假观的 所以他们不能积极知良 那么这个是阿比达摩 这个阿比达摩就是指的是一种无上殊胜的意思 他是一种无上殊胜的法门 而且是十方佛结凡 佛结凡就是佛陀 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 要成就大波涅槃 必经的道路 只有这条路 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 你要用空甲中的智慧来面对人生 你才能够产生最大的功德 那么这个思想如幻三摩地 我们再解释一下 小圣对人生的观察 我们叫做灭色其空 他对人生是完全否定的 你看他观察 朱行无常 朱华无我 内盘极境 所以小圣佛法 他不把人生当历练的 他认为人生没什么好历练 就是出理就对了 反正我对人生完全的排斥 我离开了人群 走入了山林 他的思想就是完全去向空性的 那当然从大圣的角度 这个人成就了解脱了 但是他很难成就功德庄严 因为他否定了生命的假象假用 所以小圣佛法的空观 我们叫做偏空的思想 消极了 大圣佛法的空观叫延起信空 他从因言所生当中 回观缓照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否定的是他的一个自信执着 自信执 他是没有自信的 但是我们不否定他的作用 只否定他的体性 不否定他的作用 所以你看大圣佛法的空 他是色即是空 但是空即是色 双向思考 我们可以从现前的五印身心当中 回到的亲近本性 在那个地方安住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亲近本性 回到眼前的身心世界 空即是色 或者我们这样讲 我们可以从现前的个体生命 这个水泡 回到整体生命 水泡可以回到大海 也可以从整体生命 回到个体生命 这些大圣佛法是射即是空 但是空还得要即时射 这些大圣佛法的如幻三母地 他不否定你眼前的假名假象假用 他是破坏我们的自信值而已 那么就是在整个修学练佛当中 你要先安住你的内心 把心带回家 就是你的心态是很重要 你心态不调整 你今生就佛得非常的苦恼 非常的动荡不安 你会不断的受到过去业力的刺激 包括年明中一复如此 所以我们应该在生命当中 找到一个无颜而鼻舌生意 没有风浪 没有波浪的一个环境 住下来 把心安住下来 以无助为助 或者说以我空法空的真如理为助 那么这个就是 把整个佛号的基础 这个地基把它打下来 就是找到你的不胜面心 然后在那个地方住下来 那么这个是十方一切诸佛所必须要必经的过程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度涅槃门 好 那么禅观的部分先讲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段 禅观 禅观的思想是比较偏重在以空观来破纸 所以它空甲中 其实比较偏重在空观这一块 其实甲观 那个禅度中是比较偏重甲观的 从空出甲 而产生一种正确的意念 因为它的重点在感应道交 禅宗的思想在正念真如 它是一种理观 理性的观照 禅度中它是一个阴言的士修 这个地方不同了 但这个地方 不同 但是有关系 因为你的感应道交 要安立在不胜面心的基础 这个后面我们说过 为什么不能用攀岩心来感应道交呢 有很多过患 会有很多过患 你依止攀岩心来练佛 过患非常的多 好 我们看感应道交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经文 先看第一段 那么这个地方先讲出一个 说我们在世间上 我们面对很多众生 面对很多众生 我们把众生分成两块 一个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众生 你看你看到 到街上去 到这个超商去 你看到他没感觉 他看到你也没感觉 为什么呢 他讲出这件事情 有他过去的阴言 因为一专为一一人专忘 为什么你跟他会没有感觉呢 因为 在过去生的生命当中 可能是 某一个人 磨甲去意念磨语 但是磨语 心中早就忘了磨甲 这当中呢 有一个人意念某一个方 但是某一方并没有释放出 相对的一种意念的力量 那么这两个人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啊 是若逢不逢 可能是相逢 也可能不相逢 即便是相逢 也没有用 或见非见 就是相逢 就等于是没有相逢 那么即使是见面 你看你跟他 在超商也见过好几次 但是完全没有产生互动的作用 那就有见面 等于没有见面 视若无独啊 当面错过 不能产生感应的力量 因为 你过去生跟他没有产生 彼此的互相意念 所以你看到他没感觉 他看到你 你没什么感觉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为什么今生 会变成跟你无缘的道理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 有些人跟你亦言很好 你看到你的儿子 就打从内心的欢喜 他看到你 也打从内心的欢喜 这怎么回事呢 恶人相逸 恶意恋生 那么亦言当然 有缘 还得分两种 一个是缘很深 一个是缘很浅 假设你跟他有缘 但是很浅 那只是两个人 偶尔的意念 你可能是 偶尔会想起他 他也是 偶尔会想起你 但是时间不是很相去 这个有缘 但是缘不深 第二种是恶意恋生 这个是经常的 相去的 回去意念到对方 他也是经常的 相去的意念你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意念就很深了 从一生 你今生会在一起 来生也会在一起 再来生也在一起 就好像是那个体 形体跟影子一样 你们两个因缘就不会再分离了 你们生命总是会相逢 总是会过程建筑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过去彼此互相意念对方 那这个地方都有一个问题 那边没有提到恶因缘的众生 他这个地方提到无缘的众生 第二个有缘的众生 第三个是恶因缘的众生 什么叫恶因缘的众生呢 恶因缘还是有缘吗 就是你过去用烦恼心 用称恨心来意念他 假设你今生 经常用一个负面的情绪 来意念摩甲 他也用负面的情绪 来意念你 那糟糕了 来生变成恶因缘 来生变成恶因缘 所以说 这个人跟人之间 完全是一种彼此的意念 而产生一种相互的关系 内心的互相意念 会决定你 来生会跟他 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因缘 那在这个地方 是世俗的因缘 他只是一个譬喻 那进度中重点就是 你要往生 你得靠阿弥陀佛 来接引你 那么阿弥陀佛 到底他们选择去接引谁 这个地方就牵涉到 你跟阿弥陀佛 必须要有很深厚的因缘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 看这段经文就清楚了 十方如来 所以敏念众生如母义子 若子逃世 岁亦何为 此若义母如母义时 母子立生 不相为也 感应道教 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先看看 佛陀身为一个阿弥陀佛 他对众生是一个什么心情 身为一个如来 他在这个大波涅槃的一个极尽明了的心性当中啊 他那个大悲心啊 是经常的敏念众生 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 所以佛陀是对我们安排的四十八宴 这个四十八宴已经存在法界当中 而且他四十八宴已经对我们释放出很强烈的磁场 很强烈的善意 但是感应道教不是单方面的 若子逃世 谁以何为 你整天所想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 陈茅的事情 你的色身怎么样 你的感受怎么样 你有什么样的妄想出现 你的心都在这个五印身心里面不断的活动 当然你来生只好在三界才创造一个五印 因为你整天欲念你的五印嘛 所以身为儿子离家出走 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管父亲意念母亲的 母亲对你的意念是不能产生感应的 反过来说身为母亲的 身为儿子能够不断的依恋母亲 就像母亲依恋儿子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母子之间的关系啊 深深思思就能够相逢在一起 这个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佛他在这个过去的无量节当中 经过五节的思维 成立了四十八宴 然后再用成点节的六波罗蜜的善法 把四十八宴产生一种生命的力量 把他的六波罗蜜把这个燕力填满 变成一个有真实功德 有真实就把力量的四十八种功德力 存在法界当中 他不断的对众生释放善意 但是我们没有相对的去意念佛陀 那四十八宴等于没有效果 很多人都问我说 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的存在 这个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很难讲 你不相信他 对你来说就不存在 你不意念他 对你来说就是没有 所以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存在 这个是你决定的 你问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对你有没有存在 你相信他的存在 你不断的意念他 对你来说就是有存在 所以这个佛陀跟众生的意念 你看这个人他就容易跟本师师家 牟尼佛感应 他就关心菩萨他还没练几身 他就跟关心菩萨感应 我告诉大家 事出必有因 生命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出现 不可能 他练几身 那你知道他前身练多少 练多少身 当然我们过去也不知道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下定决心 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必须要养上佛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对阿弥陀佛的意念 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了 这个意念包括两种 第一个信心的意念 第二个用厌意的意念 其实我们很多人只会用信心来意念弥陀 但是有些人对往生的意念不高 这是一个很大严重的问题 他相信阿弥陀佛就把我 但是他念佛大部分只是在宵夜上 征服会 那这样子 阿弥陀佛的圣号对我们的就把 只谨于现世的安乐 你必须对阿弥陀佛释放两种信息 第一个信仰归一的心 第二个往生的心 那么阿弥陀佛就给你两种功德 包括今生的安乐 包括来世的往生 所以你用什么心态来释放出你的佛号 那么阿弥陀佛给你的反作用的功德力 就是你释放信心跟释放愿意 就有不同的效果 你完全没有意念 阿弥陀佛就等于在你生命当中 就等于是这个东西等于不存在 那么这个地方就先把感应道交 这个彼此间的一种心灵的互动 先做一个说明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往下说明 请起立 向法师游行 好 阿弥陀佛